Hello, 本片由 Nanoleaf 智能登板之前 半年前出了 Velo 3147 座安的評測之後 有師兄說另一型號 3362 比較軟、比較舒服 收到的師兄就立刻塗一張試 究竟這兩張價錢差不多一樣 外型又差不多一樣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都會用同一部車仔來試 還有用同一部車仔來試 先講結論 他們兩張椅子 3362 3147 都是很好的產品 絕對不需要猶豫 我給他們全部都是9分 他們的分別在哪裡呢? 現在就告訴你了 等等 有人回來 原來是Mbike人 很久沒見過Mbike人 他出去做了一整天的工作 回到家又是對著那些枯燥佛味的四面白色的牆 其實想改變環境和氣氛 就不需要昂貴的裝修或者搬屋 用 Nanoleaf 智能登板 他安裝容易可以透過電話的程式來控制 還會跟著音樂的節拍而跳動變色 而且價格都合理的高雅美觀 還有一些不同的燈光和形狀的系列可以選購 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想像 用不同種類的形狀 拼籌你喜歡的圖案 你不想家裡的燈光傳開的時候 可以用智能登板帶出柔和的照明和舒適的氣氛 有興趣當然可以查詢影片的連結 現在回到座椅的介紹 3362坐上去的感覺 你會馬上感覺到是比較軟的 的確是舒服的 在平路用簡直是一張流動的沙發 但當路面凹凸不平的時候 你就會感到比較大的跳彈感 因為它的物料彈性比較高 加了一些啫喱進去 Velo 3147坐上去的感覺是比較硬 但是它就在路面凹凸的時候 就會直接下沉變形 就沒有反彈得那麼厲害 緩衝效果我覺得 個人覺得是比較理想的 騎行的時候都比較穩定 整體來說 兩張椅子我都是給同樣的分數 十分之九分 至於選擇哪張 就要根據你個人喜好 和你平時踩開單車的路段 如果你踩車的速度不快 喜歡舒服平路多 就來一張3362 如果你希望發力的時候 有直接的回饋 容易發力 而且凹凸的地方 有好一點的緩震 踩爛路都不會彈到你彈起 那就買3147 為什麼會喜歡Velo牌這個座椅呢 就是因為它的價錢 比較貴的Sally Royal 便宜很多 以同級的類似產品來說 而且它的重量最少輕 130克以上 你要知道 Cimano的頂級腳踏 頭兩級的腳踏 相差20克 就需要補多800元港幣 所以追求輕量 追求性價比的玩家 Velo牌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SR 確實有人說是很舒服的 雖然比較重 我自己都試坐過 真的很舒服 但我覺得中空的洞 就大了少少了 坐起來有少少不自然 可能要時間去習慣 所以你可以根據自己 荷包的深度和重量要求 去決定 另外有師兄說 不要買這個3256的型號 他說很硬 不要坐 我暫時沒試過 但我相信他 為什麼呢 因為試新東西 下一句 通常都會出事 找好東西 真的不容易 有些新手可能不明白 休閒的座椅 和公路車的座椅 有什麼分別呢 公路車的座椅 一般都是比較薄的 比較輕的 容易發力的 還有形狀比較小 不會阻礙腳 適合身體前傾使用 由於重心前傾了 踩公路車的時候 手把和座椅都分散了身體的重量 所以座椅的緩衝物料 就不用設計得太厚 休閒座椅 通常踩的人都會坐得比較直 適用於一般摺車和小輪車 所以就需要更好的支撐和緩衝物料 會比較厚 山地車座椅的設計 就介乎在兩者之間 好了 公路車的座椅 一般都是很硬很不舒服 需要穿厚箭單車褲來踩 不一定的 有些買回來 已經很舒服 像我這張 不用穿厚箭單車褲 都可以踩到 希望以上資訊能夠幫到你了 謝謝收看 去吧 今天請問一下 三十五個體 四十五個體 請問一下 當中的個體驗 目的是 希望能力的 提升 好 成功